因为我们选在大巨蛋这边来举办记者会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赠送签名棒球给多位台北市政府同仁 在分享过去一年市政所碰到温暖决心与面临大职民宅桃宏案等危机的故事后 蒋万安强调基层同仁与市民才是市政工作的主角 尤其是大巨蛋在一年内启用兑现对市民的承诺 让他非常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 蒋万安强调任何政策都有无数市府伙伴在背后的付出 大家齐心努力去走 希望让市民感受他们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有人陪伴 这也是就职中年记者会选择在大巨蛋举办的原因 就像我刚刚讲的三个故事 我们市府团队就是展现魄力执行力也展现温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年来 我们各项市政的成果绝对不是个人的付出而已 而是靠所有团队以及每一位同仁 大家努力的成果 所以看到我们每一项政策 不管是从临时托育的增加 好运专车到面对危机处理 抢救安置 我们靠各个区长里长还有各个局处警销同仁 当然还包括我们对于大巨蛋整个工程 各位可以看到有的筹备处同仁从接手一直到现在十几年 他自己当时研究所毕业 现在他的儿子都念研究所 所以这绝对不是靠个人的付出 是靠团队一起努力 所以我绝对不会说我们在乱当 我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全力以赴 战战进进 如履薄冰 因为我们是以市民为核心 以市民为主角 我们全力推动各项的市政 江湾也宣布三个愿景 希望打造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运动之都 及未来之都 首先在安全之都部分 江湾表示 台北在全球安全城市的排名 被评选为全球第四 而在交通局与警察局等单位的努力下 今年1月到11月的行人交通事故 史上人数减少了30% 为了让台北真正成为国际一流的安全之都 江湾也宣布 明年是台北市的交通安全年 要求原本5年的行人安全友善计划 将加速在三年完成 我们除了这三个局处 铁三角以外 我们希望所有局处 大家动起来 我们除了行人友善的改善计划 从原本规划的5年 我要求加速三年完成 另一方面 我们也对于相关道路上 人行道路上的电感 炮制 我们要落地 要迁移 我们会阶段性的完成 所以这些 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说 明年就是交通安全 我们要打造安全的城市 接下来运动制度部分 在大巨蛋成功举办棒球 牙锦赛后 讲完宣布 明年将推动运动中心2.0计划 包括新生 克强 七虎 玉城等运动中心陆续动工 要让运动的基因向下扎根 今年我们有了大巨蛋 我们顺利举办牙锦赛 接下来 我们持续会举办 各项大型的国际赛事 我们要让国际一流的选手 能够在台湾竞赛 跟我们国内优秀的选手 相互切磋 提升我们的运动竞技的技术 当然我们也希望 越国际越在地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 明年启动运动中心2.0计划 目前已经盘点 克强公园 新生公园 还有包括七虎 玉城 我们接下来打造运动城市 运动中心2.0计划 明年正式启动 在未来之都方面 讲完宣布表示 他与市府团队 自力打造台北成为 创业者友善城市 及人工智慧驱动的智慧城市 在台北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创新学 也推出全台首创的 酷AI学习诊断系统 预计明年将成立的七年局 更会设立全台独创的国际发展科 来打造未来城市的双引擎 第一 我们要打造台北 成为创业家 亚洲最友善的城市 Founder Friendly City 第二个引擎 我们要打造台北 成为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当我跟这些 国际主要城市的市长 州长 会面的时候 也都特别跟他分享 我们未来的计划 以及具体的合作项目 包括 创业家任意通护照 未来我们的新创团队 跟这些主要城市 可以共享新创基地 所以在明年起就会正式启动 另一方面 我们已经从即刻开始 在规划 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至于如何为这一年的执政成绩打分数 虽然施政满意度逐步上升到超过60% 不过蒋安强调不会以此为满意 他也认为分数应该由市民来打 我们从今年一上任开始 市政满意度 从原本39% 40几 50几 到今天 研好会 最新的市政满意度 达到了65% 原本68 65到68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会持续努力 我们不会满于现状 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会加倍努力 就像我讲 我们团队一样保持着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心情 来看到市民的需求 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 就能抓准未来施政的方向 在展示第一年的成绩单后 蒋安表示 接下来三年台北队将全力冲刺 努力打造台北成为安全运动 与未来之都 为市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